第五章部分都講完了 主要是Greeview跟Gallery 其他相關都沒講到的話,請各位自行到上課的講義裡面看一下 裡面大概就是這些,如果有些沒有講到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比較重要的是,有些屬性應該比較沒問題 去載圖 Scaletype這邊有,比如說我們前面用到類似像 FixStar,FixXY,FixCenter 這些都常用到 你可以根據你的實際需求去設定你的Scaletype 就剛剛有用到的 另外三張相像,這個是Photoplayer,這個比較簡單 請各位也可以試著怎麼樣,把兩個按鈕變成水平的 另外裡面的圖,自己再換一下,太多東西可以做了 其他的話,像Gallery,我們剛剛用到的,比如說還有相關的 這個比較少用到,像這個動畫時間我沒有測,實際上是啦 你們可以去修改這個什麼呢 Animation Duration 它的時間,看看是不是可以更改它的時間 單位理論上應該是都千分之一秒 那可以去變更看看 這個動畫效果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對齊方式 圖片的對齊方式 這個Gravity前面也用過啦 一般對齊方式都Gravity,然後還有圖片的什麼呢 透明度 這個我們前面沒用到,你也可以試試看,這個透明度如果變更的話 這個Alpha值變更會不會有一些其他的效果 另外還有什麼Space Spacing 這個是圖片之間的間隔 那圖片之間的間隔 除了說我剛剛是用這個大小 就是那張小圖的大小 去改變之外,你也可以Space的部分呢 可以再加上 這個相關的解析度,比如說兩個PT 如果不夠的話你可以再往上加 其他的話大概 還有一些 那剛剛有一些重點就是說 Base Adapter Adapter的 相關的元件其實蠻多的 像 前面用到Spinner 跟ListView是用的是Array Adapter 對不對 那如果是Base Adapter 我們 主要是載圖的時候 載圖的話會用到Base Adapter 那因為Gallery他 一定需要你給他一個Adapter 你不能夠給他一個什麼 給他一個陣列的一個 一個陣列的一個圖的位置 他不要 他一定要你一個Adapter 那這個Adapter你必須要怎麼樣 要先去建立一個 一個內建 如果你 做在裡面的話是一個內定的一個類別 那我們叫My Adapter 也要傳一個什麼 傳一個那個 Equipity給他 去告訴他說 現在